縣政質詢過程中 這一段話引發爭議 國民黨宜蘭現議員黃玉宜 雨帶憤怒 甚至是用檢討的語氣 他講的事情就是去年12月 宜蘭一名女消防員 在女生宿舍浴室內洗澡 竟然遭到男消防員闖入騷擾 女消防員後來被醫師診斷 有急性创傷壓力反應 事後請工商架 還疑似遭主管刁難 被迫離職 而民進黨宣議員林佩穎跟林詩穎 為了表達聲言 25號在議事桌立起標語紙板 上面寫著 我洗澡被偷看 為什麼是我沒工作 我都生病了 為什麼要一直換醫生 來做他不理性的一個批判 然後甚至已經嚴重到 回過頭又再次傷害了 當時被騷擾的女性消防員 警衛看到標語 黃玉宜竟然心聲不滿 公開大聲質疑 這行為讓他的臉書被出征灌爆 不少民眾認為他在檢討被害者 性別歧視相當離譜 時代力量黨團也譴責歧視言語 還說他如果不道歉就要罷免 對於自己說過的言論 他還一度忘記了 最後解釋只是認為放標語不適當 堅持就是不說對不起 TVBS新聞檢大權黃凱靜 宜蘭陳某島 評論 Lateral